开始生的孙子 他的孙子十几个孙子 孙子也样样都能 都是很能干的 都很有名望 那么因此他非常满意啊 做了十年的宰相 快要八十岁了 向皇帝想要辞官回乡养老 但是皇帝不肯留住他 结果就八十岁辞在官位里 死掉了 打个河线 打个河线醒来了 醒来了还是在那个 邯郸的旅舍里面睡的 这个睡醒了 看到李翁在旁边 李翁就说 很好吧 日子过得蛮不错吧 而主人的黄粮还没数呢 这个叫做黄粮梦 这个黄粮梦的这个梦境 八十年将近百年嘛 八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儿子孙子满堂啊 这个境界非常殊胜啊 这个时候卢生就说 李老先生 你就能够消除我的这个期望的这个欲望之心啊 非常的感谢啊 因此他就跟着吕翁 以后可能去学先了 后边就不必再说 所以这个黄粮梦时间很短啊 啊 这个你想想煮个黄粮梦 小米呀 顶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绝对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可是在这一睡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过了八十年 啊 这就是啊 实事各发 一成本的很好的表现 啊 一般做金颤 敢金颤探王站子啊 他会也这个古人做的黄粮梦的站子 很好 啊 也唱的蛮好听啊 黄粮梦 梦黄粮 一梦黄粮梵未尝 咬金依子今后在白骨黄粮梦 壮梦 从此去默粮梦 护贵公民梦一场 护贵公民梦一场 啊 呃 这就是说明黄粮梦的时间 一梦不到 睡不到一个小时 可是过了八十年 呃 梦境里面过了八十年 还有一个南科梦 南科 我经常看到报纸里面说这个南科 我心里很不高兴 为什么拥过南科呢 因为这个南科是个死梦 啊 不不好的 啊 总叫做这个南科不投档 啊 为什么会有南科梦呢 唐朝有个姓孙的 孙一份 啊 啊 孙一份的家里啊 家里的南边有一个怀兽 木字旁有个鬼的啊 啊 个怀兽 这个怀兽南边一只叫做南科 啊 这个孙一份啊 请你去啊 这个孙一份啊 糊里糊涂 也不知道什么 也就跟着这个死者去 啊 去到这个大国的国门呢 上面 有过啊 有过啊 这个很大的这个边 写住他的国名啊 啊 那么 因此啊 他就进去了 啊 进去之后啊 这个国王坐在上面就跟他说话啊 他说我这个怀安国啊 他的国国名就是怀安国 怀就是怀兽的怀了 我的怀安国里有一个南科境 南科境的地方很不好治理 我要麻烦你呀 帮我治理这个南科境啊 那么就把他送到南科那边去啊 做南科境的郡族 就是啊 这个好像是周长了啊 这种的地位 那么在那边做官做了二十年啊 也起居生殖啊 也是啊 庸华富贵 非常非常的好 啊 然后啊 把这个南南科治理好了 啊 那么他就呃 持续回到自己家里 啊 那么回回来的时候啊 啊 也是睡觉醒来了 醒来之后觉得很奇怪 啊 刚才做梦 在南科境里 当了二十年的大官 不晓得在哪里 哎 哇 这个怀安 怀兽一看了 有一个大蚂蚁的洞洞 往里面一看 哎 我就到里面去嘛 所谓南科 就是南边的那一兽兽 兽兽里面也有一个小蚂蚁的蚂蚁窝 啊 他原来做梦去做蚂蚁王耶 啊 去做蚂蚁耶 去做蚂蚁去治理蚂蚁 啊 把那个地方治理好了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回来 他 酒醉了 在寿底下 顶多也不会睡超过半个小时吧 做梦 也是超过二十年 经上的 呃 战子里面也有很好的句子 他说南科梦 梦南科 一梦南科 乍奈何 世上万般哪不去 一双空手见阎罗 从此去木蹉跎 一念 弥陀过爱河 好啊 唱得很好听 我从前也会唱过 也会敲 也会答 啊 我现在听到人家唱起来 我一直想要跳舞 啊 因为从前念得太熟了 十几岁就会 啊 而且还有一套 我会的哪一套 现在不曾听过 啊 国旗派 啊 用鸟把去 去敲 敲了有相当一段时间 那个板 现在我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有人会敲的 啊 哪一套 我还会呢 啊 不过没有学生搞教 你看看这个 两个梦境 一个黄梁梦 一个南科梦 可以看出 时间长短啊 是谁众生的 妄念在哪里定多 并无所谓长短 真正长短 是在众生心 众生心有长短 所以梦境才有长短 否则的话 长短都不可当 啊 这是第九 十四各法 一成门 啊 第十 主办 原名 聚的门 所有一千法的思想 一个为主 其他的就为 做伴 一个 建立主的立 建立起来 那么其他通通为伴 这个 就像一佛出世 千佛扶持 啊 这个一佛出世 千佛扶持的情况啊 你看看 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好多已经成佛的 诸佛 实现做菩萨 做欧罗汉 来扶持释迦牟尼佛的教 那么 释迦牟尼佛是主 其他的诸佛来扶助 是伴 啊 都是同样圆满 光明具备 啊 一切功德也具备 但是主的 在战区为主的 其他的就是伴 呃 无论哪一法 呃 这一法为主 其他的就是伴 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呀 在教理上 你不要因为 哦 哪一部 哪一法 最殊胜 最好 不要有这个分别性 佛法是平等的 金刚经里面说过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既然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怎么会有 哪一个比较熟胜 哪一个比较特殊的 没有的 他们都是平等的 而当今说的熟胜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为主 主 当然就有的 主 当然就最殊胜 那么其他的 就是伴 伴 当然就要下一级 啊 站在主的立场 他高了 那么等到你另外一法为主了 那他又成为伴了 啊 例如释迦牟尼佛为主了 文书过去 虽然是欺佛之师 现在他实现为菩萨 他是伴 啊 那么他见到释迦牟尼佛也照样的要无几头地顶礼 啊 他也以菩萨的身份呢 来做表现 那么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 甚至还有许多欧罗汉 啊 都是诸佛发生 啊 那么这就显示主办原名的这个道理 啊 那么同样 办业具的 主业具的都具备万德 没有差别 啊 所以我们看如果懂得这个主办原名具的门啊 对于佛法的平等 就没有话讲 就不会升起分别性 不会因为认为哦 哪一哪一部经最殊胜 不要有这种分别性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呀 在修行方面 要一门深入 不要啊 时时变迁 例如你修念佛法门 就一念佛法门 一门深入 那么你一修参禅 那么参话头 也是要一门深入 不要今天听到慈奏 又换成慈奏 明天听到慈观 又换成慈观 这样子永久走不到家 永久就在十字路上 跑来跑去 因此之故 自己修行的法门 不能随便变动 而研究教理呀 赐红寺院里面的 法门无量寺院学 要记住 我们听经研究教理 这是法门无量寺院学 行不察道 样样法门都得通 有一法不通 就不能行不察道 因此之故 听经解义 那是法门无量寺院学 而对于修行 要求断反劳了生死 修行 那有一门深入 以一门为主 其他可以做帮助 就是研究教理 乃至兼修其他法门 都是可以做帮助 不要临时改变 今天听到慈观 又患慈观 明天听到慈咒 又患慈咒 这样子不行 修学佛法不是这样 不要起分别说 哪一个法门好 不要有这个分别性 法门平等 没有高下 没有什么 说是哪一个法门比较好 没有这个事情 主要是看应不应激 如果与你的根基相应 那就是好的 那就是对的 所以就像生病啊 药无贵贱 应病者良 药 你不能分说 哪一个最好 哪一个不好 再好的药 人生最好 可是感冒就不能吃 所以药 不能去分贵贱 要看能不能 适应你的病 应病者良 能够治好你的病 那就是最好的药 那么当医师的都懂了这个道理 我们修学佛法 佛法的法药也是如此 应激 何不你的根基的就是最好的 不何不你的根基的 当然就没有办法 当下得到真正的受用 不过我们是凡夫 自己的根基是属于哪一种 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呀 只好暗中摸索 自己想办法 找法门修学 也就是最清凉的 最能减少烦恼的 以心最相应的 那就是对 要好好的去修学 那么对于一切法门 我们都应当来学习研究 把十前门 说过之后 再看看经文 佛成佛以后 在菩提寿下 那么以不生不灭的 这个涅槃的究竟之离 以如来藏的藏性 本来的藏性具备 完全相好 所以我以妙名不灭不生 和如来藏 如来藏为妙绝命 原造法界 如来藏本来就 单自不可思议的妙 本具的决心 智慧光明 圆满照耀 以十方法界 因此之故 没有识议的